Leo聊世紀,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兇人對上Poshimia-len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遊牧地圖 OK,遊牧地圖 這場比賽是Poshimia-len對上兇人 Poshimia-len文明就跟西班牙的遊牧一樣 騷擾能力極強 甚至比西班牙征服者還要更狠 可以直接把這個戰車開到城鎮中心裡 所以Poshimia-len在遊牧來說 也是超級強的存在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MBL 這邊是選擇的文明是兇人 兇人的話,城鎮中心建好 開局就會給一隻野生的野馬 那這個兇人馬呢 是可以馴服綿氧的 所以這個算是讓他前期 撿100木頭 讓他不能開下碼頭的一個經濟補陣 因為正常來說打遊牧的話 一定要先趕快拉5個村民去伐牧 然後穩定木量 然後開始捕魚 那兇人呢 他的打法是比較偏向於打 騎兵路線的 肉類需求相當需要的威服 所以可能官方 讓他考慮到這一點 讓他捕魚 沒有辦法一開始捕魚的這個烈士 直接給他一個兇五馬 就可以去找冥養了 但前期來說 也可以不用馬上找到冥養 冥養還是要拿去探圖 還是要趕快先去伐牧 然後待會要去補下碼頭 但是這樣做的話 兇人可能會有斷村的問題 所以這個冥養到最後還是要回來 去吃一下 先穩定一下 不斷村 有這個150木頭的話 就可以趕快先補下第一個碼頭 記得這個村民 一定要補在這個海濱魚群的旁邊 才可以讓自己的村民 蓋完碼頭 立刻去捕魚 穩定一下肉量 好 但是MBL這裡開局有點尷尬 一開局就找不到海濱魚群 這裡先趕快補一下這個豬肉 豬肉趕快吃一下 不然要斷村了 好 這裡看到海濱魚群了 那應該就是這裡了 要回頭嗎 回頭蓋這個位置 好 補一下 OK 好 這個就是遊牧兇人的開局細節 開局細節就是要用匈奴馬 趕快去找一下探圖 那我們來看一下MBL的視野就知道了 那他的視野其實用匈奴馬 現在是有看到這些東西 這個有一頭豬 那MBL這邊的重點是要探到 這個野豬 還有這個 有看到 上面已經有看到一隻野豬 那木頭 待會也要繼續補 那現在要先保持不斷村 那如果有斷村的情況的話 就趕快補下織布技術 好這邊繼續探 探到了一頭豬在下方 待會還可以再來拉一下 好這裡還有頭綿羊 好這個開局 MBL的視野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黑暗 當然跟其他文明比起來 兇人算是已經很好的文明了 因為你在用匈奴馬探圖的時候 也可以攔截到對手探圖的綿羊 所以波西米亞人這邊的綿羊可能會非常稀少 還是要靠捕魚的方式去穩定自己的肉量 好 好兇人這邊是看到對手的城鎮中心了 好 Check一下 這邊想要調戲人家的城鎮中心 但是沒有成功 對手完全不理 連收成都不想收 好那開局的部分應該就會正常發育了 兩邊就是一樣 狐格人伐木 然後趕快繼續捕魚 好再拉了這頭野豬回來吃 好 撕掉他 拉回來一下 後拉 OK 順利吃掉 好 這裡也拉了頭野豬 兩邊的開局都是蠻正常的 但細節都做得很好 那光是可以做到這樣的遊戲細節 就可以讓你成為一個 大約1300或1500的 玩家了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玩家們 他們對於經濟配置 並不是這麼的了解 尤其是有海地圖 所以以後我們會在有海的地圖中 加入更多的這種經濟 經濟細節的講法 講解 好那我們看一下波西米亞這裡 這裡是絕地 要來升時代了嗎 還是要繼續升上去呢 那如果波西米亞這邊要打直層的話 至少來到22或23村 那魚船的話大概5到6艘 如果他是歐音式的打法的話 這邊魚船可以不到8到10艘 然後可能直接棄海 那為什麼波西米亞可能會要打一個棄海動作 是因為他如果不棄海的話 很有可能會因為太多的火戰船 造成自己的波西米亞戰車 和難量產出來 好這邊打算20村升上去 當然這個肉感覺不太夠喔 先升封建時代 黃金三個人在挖 趕著上去要多按個三村 或者是四村 才有可能升上去 現在肉只拉到兩頭野豬 那肉類來說有點吃緊喔 真的吃一吃完的話 而且待會還要再繼續補 木頭有點爆炸了 好 MBL補了一個軍銀 這裡是要轉射箭場嗎 五個人挖金礦 轉射箭場如何 好這裡馬上補下了四級跟兵工廠 哇靠這邊是補魚之力啊 這個魚肉給的肉太多了 好像只要加二村就可以了嗎 哇真的可以 20加2波西米亞這個打法有點狠啊 好但是MBL已經在右側的地方 已經蓋下了箭塔 但是被發現到了 好這個箭塔應該是蓋不起來了 好這裡趕快逃離 來一隻臭米去打就可以了 好但波西米亞還是要決定 趕快挖出一根城堡 上一人挖石 那海戰部分 看來是確實要放棄掉了 沒有打算要捕魚 放棄捕魚 捕捕這個火戰船 因為捕火戰船的話 會消耗很多黃金跟木頭 所以這裡只能擇一打 那波西米亞確實要選擇 這個插寶策略 好第一根城堡 好可以蓋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以 好那這裡重點就是要穩住 木頭 跟黃金 那雖然會稍微有點斷肉 看要不要去外面打野啊 或是後面吃果子 好這裡趕快按戰車 把戰車按出來 MBL就會難受了 好MBL這邊是出小弓 想要阻止挖石頭 但石頭最後還是被挖起來了 有第一根城堡出來之後 這些小弓可能存在意義就不大 戰車可以反擊弓箭手回去 好這邊MBL想要往後看 你有沒有過來打獵啊或是吃果子 但是看起來是沒有 反倒是自己家裡還在封建時代的關係 那現在要撐到城堡時代相當困難啊 戰車一台一台的往前開了 好但MBL現在有空海優勢 可以趕快 多按一些漁船 好這個漏碼可能沒有用 雖然打到戰車 但戰車打漏碼傷害實在太高了 好工兵現在四處控圖 好波西米亞現在是有點斷寸的狀態 只能透過買賣又買了115 那接下來波西米亞穩定肉類的話 還是需要撒農田的 那如果現在撒農田的話 不是敗戰車的量產速度會下降很多 所以這裡就是最好的辦法 就是挖金礦買肉 那他挖金礦呢 還有這個免費的二級挖金技術 所以挖金礦速度非常快 這也算是一個比較細節的買賣流 好重點就是在MBL這裡了 能不能靠著升級上去反打 那這邊如果要升級上去的話 反打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因為他的投石車單位 只有輕型投石車也沒有中投 那城堡時代也沒有好用的生理科技 就俗思想 所以兇人打波西米亞 算是一個極度痛苦的開局 OK兇人這邊真的是沒有太多的辦法 只能到城堡時代轉投石車 才能稍微反擊喔 而且波西米亞反擊投石的方法 也很簡單喔 只要轉出生理跟救贖思想 再補個神聖思想 可以扛發投石車的傷害 波西米亞就可以順利反擊回去了 這也不管怎麼說 這一場開局對於MBL相當不利 前期的工兵沒有燒得到 雖然還空下來了 但是現在這麼多的戰車 甚至可以手撕城堡中心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畢竟他的遠距離反攻率是7點 城堡中心是5加1 再加點個2級射也是7點傷害 點下2級射還是射到1點傷害 可是我覺得波西米亞戰車這個單位 官方應該要給他 下修一下遠距離反攻率 至少下修個1點 至少讓他遠防變成6點 這樣變成 不對 要下修2點才對 至少讓城堡中心打他4-2點傷害 不然怎麼射都是1滴血 感覺有點太過分了 好 怎麼射都是1滴 戰車完全不怕 好但投資車出來了 投資車出來就會怕了 但是胡斯派戰車打投資車傷害也很高喔 這要拉幾隻村民過來修理一下才行 好這一個回頭預判 砸掉一台胡斯派戰車 好這邊開始手撕城鎮中心 MBL現在很難受 現在缺木了 木頭完全被控住 這裡正能透過買賣 好戰車繼續扛著TC的傷害 太舒服了 好這裡再繼續修理清醒投資車 可以發 快要半血 直接拉村民打嗎 不要吧撤了就好 好往後撤退 好但有些村民有點不知道該去哪 右邊的木須 沒有辦法很好穩定 這是MBL最後兩台投資車 哇這裡木須又要被騷擾 太難受了 投資車過來防守一下 好開始砸 砸掉離台 再砸 哎呦就殘血活了下來 我是派戰車在這邊想要控制起來 這裡趕快轉生率了吧 趕快再補一個修道院 轉雙修道院 然後量產生率 OK 波西米亞開始轉生率了 好MBL這邊稍微夾住 下了二級伐木 先把木頭穩定下來 待會要把承認中心補在下方的位置嗎 這裡可以補一個承認中心 石頭金晃 一次搞定 好救贖斯想點下了 好投資車現在打胡斯八蛋車很輕鬆 沒有僧侶 現在就可以 胡作非為 不是胡作非為 胡斯八蛋車 要稍微防守一下了 好 我下了第二個馬舊 這裡補馬舊應該是要出肉吧 去守僧侶 那補雙個馬舊 這裡再繼續控牧區 MBL開始補了一些漁船 好投資車能夠招翔到嗎 走位 再掌個一發 再走位 再一發就能搞定 好但是波西麥這邊 身旅控的很好 最後還是倒地 好殘血的 投資車還是被解掉 哇這一村直接被點掉 好普利跟劍塔 這個劍塔 感覺是補心酸的 讓村民稍微有地方能躲而已 還是趕快挖石魚跟城堡 鎖住上面這個區域會更實際 好現在連 4級也可以招翔 但是現在的招翔沒有辦法靠 這個 4級然後突然轉向招單位了 現在已經把這個生旅的細節給改掉了 以前還可以招4級 然後再去招單位 可以瞬間招翔 但現在沒有辦法 好這裡補了一些肉麻 但輕騎兵 要不要升級一下呢 好升級了 投資車的數量可能還要再繼續慢慢囤起來 好用劍塔防守生旅 想法很不錯 但是福斯派戰車是並不害怕劍塔的 所以還是要靠投資車在後面幫忙守下 哇又被點掉了幾隻村民 好上方區域稍微穩固了 下方這裡的村民怎麼越來越多呢 這裡要不要補個城鎮中心 下面開農啊 現在村民處來說 兇人是29吋 對上波西米亞是11吋 這裡農田開始穩定下來了 有足夠的肉 那現在波西米亞的重點 就是要趕快把肉提升到地龍時代 1000肉800黃金 待會就可以來產巨型投資機 直接遠距離進攻 暫時待會後期還有火炮 反擊投資車也是相當好用的單位 而且也可以轉出擊兵 波西米亞的擊兵打肉麻傷害也是特別高 所以波西米亞到了後期應該也是有機會 可以擋住MBL的馬爆 除非他自己不農 就單TC打到底 MBL這邊攻兵開始多線騷擾 這邊開始有用了 好這一波稍微守住 現在沒有好用的攻城器 波西米亞準備要來升地龍時代 這邊有田拔地掉 OK 這裡要趕快撤 胡適派戰車打他的傷害很高 這邊可以看到胡適派戰車對攻兵的傷害 是比較好一點的 這裡又撤退 洛馬過來救一下 成功讓攻兵可以撤離 又洛馬直接擊火一台胡適派戰車 完全沒有問題 順利再收掉力量台 好MBL家裡開始慢慢穩定起來 雙TC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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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車 這次嘗試再往前 看能不能拿下這個區域 有蓋寶防守 但這個寶我怎麼覺得蓋的不太好啊 這個寶應該可以再往前蓋一點點 是不是太害怕同時車了呢 這樣子的話 城寶甚至射不到獵王塔 這兩根塔甚至沒有被拔除 這還是點下冰宮廠 點下一級射吧 有冰宮廠欸 要不要點下一級射呢 微妙 這根寶有點微妙 現在這根城寶還會被劍塔給反擊 有點滑稽的畫面 平常都是城寶拆劍塔 現在反過來了 劍塔拆城寶 可是波西米亞還沒有意識到 MBL已經在後面偷偷開弄了 他可能一直以為 MBL只剩下這些村民 在這邊偷偷發展 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子 那或許也有可能是 他想要專注在進攻前面的位置 因為他已知之 知道這邊的村民術很多 只要把這邊的村民術給拿下來 這也是一大收穫 好 來了一台戰車 過來防守 一台戰車擋整排的弓兵 相當輕鬆 好 自己弱麻 要抓了嗎 不行不行 數量不太夠 好 波西米亞 資源量 已經準備升帝王時代 好 升完帝王時代 就有巨型投資機 也有火炮 而且這個時間點 還可以去研發化學 要不要補個大學呢 補一下大學 先研發化學 一升到帝王時代 火炮馬上就可以產生了 好 MBL 這裡有個大動作 突然來蓋寶 好 這邊想要蓋寶 好 讓對方承認中心 沒有辦法 順利升到帝王時代 但是這一根寶有機會嗎 感覺射程不太夠耶 好 但感覺寶蓋好 帝王時代可能只剩下一分鐘左右 好 這裡肉馬 稍微屠殺了一些村民 終於意識到這裡有點事情發生 好 這裡還沒有點下 弓箭射程 這個城堡還在被射耶 波西米亞沒有意識到嗎 還是要先趕快補化學的關係 好 結果還是射到 好 哇 這個射程非常遠 但是還是能升到帝王時代 但是還是能升到帝王時代 好 波西米亞人 這邊是 還有10秒鐘 就可以升到帝王 暗邊的樓 這裡是轉出了火把 打拉和騎兵 打拉和騎兵 打建築物傷害非常高 哇 這每一下 都是 十幾滴的傷害 快二十 欸 二十幾滴的傷害 傷害加成非常高啊 好 看一下 對於建築物的話是加8滴 城堡的話是10點 所以是十幾滴啊 沒有到20滴 好 點下了 品種還有輪種刺網技術 NBL把經濟稍微提升了一下 那這樣離帝王時代就更遠了 而且波西米亞生旅 如果點下胡蘇派改革 還不需要黃金 就可以量產生旅 科技也是 那胡蘇派改革 這個科技也是蠻昂貴的 所以這邊是決定先升印刷技術 還有啟示思想 然後再點個神權政治 就可以把生旅的科技 中藥子都點完了 這剛好找到一隻村民 這個打外的巨頭 好 這裡產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滿滿工程 這裡打他和騎兵 待會可以直接放出去 NBL在等第二台巨型頭司機嗎 好 第二台也來了 NBL 已經算準了 波西米亞這邊的想法 OK 第二台過來 放出來 看到第二台 我就出門 一次拆兩台 這樣比較划算 先用三隻去拆 但騎騎兵第一個目標 是打生旅 生旅第一時間解決 OK 火把直接拆除巨型頭司機 左邊這一台也拆掉 波西米亞大意了 胡斯派戰車 居然沒有守在巨型頭司機的位置 這是一大疏失啊 太想要封鎖 NBL左邊的經濟區域了 好 但這裡還是成功 收掉了兩根劍塔 好 再把這個巨型頭司機 往回拉 好 把所有的打拉和騎兵 收到城堡裡面 好 NBL村民術 已經來到了70村 波西米亞是53村 好 後面補下了三個馬丘 打拉和騎兵 現在回家防守 這裡準備要大馬爆了嗎 城堡打地王 NBL有機會逆轉嗎 好 神血增值 也終於補下了 這樣神旅招翔就會變得比較輕鬆 最後波西米亞是決定放棄攻打上面 而是轉往下面了嗎 終於意識到下面才是NBL大本儀 上面只是個幌子啊 這一波過來 NBL反擊有機會嗎 好 肉馬先繞背 但這邊直接有一根城堡 蓋了起來 這一波衝過去的話 可能會爆炸 這裡只能盡力爆馬 好 上方神旅著想 NBL這裡不急 再繼續把這個馬給囤起來 然後馬的數量夠多 欸 結果不理嗎 輕騎兵士想要繞背 好 這裡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好 城鎮中心也被拆了 NBL的肉量開始下降一些 現在波西米亞不希望NBL生帝王時代 因為生帝王時代的話 待會自己就會很難受 好 投資車被招響 NBL有看到嗎 有看到 砸了一發生鯉 第一發反擊回去 這一發打了擦邊球活了下來 好 二級馬卡也有了 哇 難道要生帝王 真的要轉帝王反擊 好 村民往後拉 只要村民不死 經濟又沒有受到太多的損傷 而且現在還有捕魚之力 好 這裡要用後面的城鎮中心 升帝王時代嗎 欸 決定不升 繼續爆嘛 看來就在這邊升帝王時代 就沒機會了 好 這裡開始用騎騎兵 開始打一個多線 好 補下戰車繼續往前 但戰車數量感覺也不太夠了 好 這邊是想要讓對方的巨型投石機 離開城堡的防守範圍內 生旅也是 那待會自己就可以使用正面投石車 跟肉馬 包夾這一坨的軍力了 所以如果波西米亞想要再繼續進攻MBL的話 這裡還要再拆一根城堡才行 好 但是現在正面被投石車反擊回去 村民稍微拉出來 好 中間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好 下方這裡大量騎騎兵 看到 波西米亞用勝率招翔 但是MBL沒有打算要回頭反擊 好 MBL點下了前程科技 這樣就不太容易被招翔掉了 波西米亞在跟時間賽跑 雖然順利拆除了MBL的大本儀 但是後面又建立起了一個新的地區 這個地區沒有第一時間進攻的話就會很危險 但是MBL就是想要看到他繼續遷移陣地 那只要這根寶沒有蓋起來 這一波的兵力就可以一波帶走波西米亞大量的兵力了 好 這裡終於看到巨型投石機沒有在撐爆的防守範圍下 拉出了大量刺激兵 上前對著生鯉 就是一波暴打 這波暴打之後 砍掉所有的生鯉 不出來戰車 在高地上 隨著往回拉走 先收掉這裡的巨型投石機 巨型投石機被引出來之後 看來是難逃逸死了 哇 這一波 釣魚戰法打得非常漂亮啊 看來MBL釣到大魚了 波西米亞生鯉死傷慘中 三台巨型投石機也倒光了 波西米亞現在只能打陣地戰 還有轉槍兵出來 才有可能守得住 但是現在要轉槍兵的話 經濟要非常好 所以一定要趕快開3TC 趕快農上去 撒農田 把木技術 農田技術要趕快補了 但是波西米亞完全沒這個意思啊 這個經濟有夠慘烈 一農一木都不點 好 但巨型投石機依然在進攻 MBL這邊的兵量已經可以嘗試包夾了 好 這一波肉麻往前 上面的肉麻直接應戰 下面的巨型投石機瞬間被輸出 好 波西白彈車開始擋不住肉麻狂襲 中間大量村民沒有收村 這裡被抓掉 村民術會下降很多 MBL這一波抓到非常多村民 但是依舊城堡打帝王 中間補下來一根城堡 防守這塊區域 好 投石車應戰 好 雖然兇人沒有中頭的升級 但是用青頭還是稍微能打 波西米亞沒有放棄 這一場是把寶往前蓋 看投石車來了 是不是看投石車沒有呢 好 投石車直接往前砸 砸掉了一些數量 好 洛馬往前 右側的位置 死一隻火石派戰車 好 選擇取消 好 波西米亞要點下來 大車陣戰術 大車陣戰術點完 所有的火器單位移動速度都會增加 包括這個胡斯派戰車 火槍 火炮 都可以增加移動速度 好 那波西米亞這邊 居然也轉出了一些火戰船 偷偷燒一下 MBL這邊的漁船 沒看到這個漁船 這個碼頭最後沒有被拆掉 好 這裡投石車 被解刀剩下 還有兩台 最後一台 來 洛馬往前 欸 又砸到了一堆 這個投石車傷還是很可觀 洛馬就會往前噴了 MBL 沒有帝王時代 點下了銀罐技術 欸 耕種技術 原來忘記點了 兩怪移動速度感覺有點慢 好 這裡 打完一波之後 戰車數量下降到了 只剩下14台 好 再普列工程器製造所 好 再掌了一發 哇 這些戰車可能擋不住了 數量冥血下降的有點多 MBL帝王時代 還有25秒 好 稍微補一下血量 好 下方的農田 開始回歸 經濟來到了快150村 這種可以正常打架了 好 電用時代一升上去 先點個三攻如何 好 先點個三級馬鎧 好 最後還是先選擇了防禦 確實提升了生存能力 這樣也比較好 而且打拉和騎兵 非常耐抗箭矢傷害啊 所以胡斯派戰車現在集火一隻 打拉和騎兵也打不死 天生防禦力3點 這個算是騎兵的防禦天花板 打拉和騎兵 開始正式碾壓 胡斯派戰車 胡斯派戰車 開始末路了後期悲劇 攻擊速度太慢 拉打也沒有辦法獲得一個很好的效果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獲得比賽勝利 MBL這一波逆境反轉 釣魚戰法 打到了非常好的一個反擊效果 那波西米亞這邊進攻 是一定要進攻 但是一定要靠著城堡的掩護 才有可能繼續往前推進 但是他有點衝動了 下面這裡這一坨三台巨頭 直接往前推 被抓掉之後 進攻就出現了問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MBL 拿下支援上勝利 贏得快要2萬支援 那波西米亞這邊最 最併購的是 沒有點下農田科技那些的 後期的經濟越來越慘 那如果真的要打後期的話 3TC開籠 經濟科技最好是再補一下 會更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掰掰 我們下次見